今年积极向演员方向发展的李日朗 这天和女歌手哥丽雅 齐齐举行网上音乐会 阿东男的可以重拾歌手身份一展 歌喉 还可以第一次正式和Gloria合作 他们都说很开心 我跟Gloria之前没有合作过 所以我在网络上有重听Gloria的歌曲 然后Gloria的声音很漂亮 那所以我今天是挺紧张了 对 我叫你们两个彼此之间 还有一个小小的联系 是以前一直聚下来的 对啊 因为很久以前我唱过一个demo 只是那首歌就是阿东唱的 所以我觉得那么多年来 这次真的可以一起唱歌 我觉得好搞笑 因为有你那首歌 所以我跟Mandy才有机会合作 那个是我们的第一首合唱歌 当时是我们用那首歌去比赛 然后后面成为我们第一首主打歌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缘分当时就有了 专注做音乐的Gloria 一向都没有八卦新闻 不过最近突然被爆出 她虚报年龄 说她明明已经41岁 但是虚报为90后 Gloria就觉得这单新闻很好笑了 对 我觉得好搞笑 因为根本在我人生当中 所有的娱乐的新闻 也是关于音乐的 其实这个是第一次 我跟我的公司从来都不公开我们的年龄 所以根本就是好搞笑的一单 有想过直接回击他们 公开自己的年龄就算了吗 也不可以 因为我真的觉得年龄是我的失影 那我不想公开 是因为我不想影响到我身边的人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想知道的话 其实都很容易 因为当你看看我人生的音乐录 你就可以大概猜到我年纪多大